Hello 大家好 早前拍了關於我這一盤 金黃色的蘭花普通話 有網友希望我拍多一個廣東話 我今早有些時間可以拍廣東話給大家 這一盤蘭花 這盤蘭花我種了一年多 但是我種過最難種的一盤蘭花 我買它回來的時候 其實它也不是很健康的 但是它的球徑就很美 這個球徑就是我當時買它回來的時候 現在開這個球徑就是 是去年獎出來的就開了花 花的顏色很美 是金黃色 帶一點橙橙的顏色 鏡頭就可能未拍到它原有的顏色 只是拍到類似是黃色 買它回來的時候 它還有兩個球徑 就是三個 這個 還有這兩個 買它回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頭都是這樣的 應該都是屬於蘭種的蘭花 因為在蘭園買回來 都已經不是很壯的一盤蘭花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 還有它的葉子 是向上的生長 很省位 不會像普通的紋芯蘭 那些葉子 生長到七八糟 就是到處飛 好像現在我這些 就是這些 它是很咬位的 這些紋芯蘭 但是這一盤就真的 因為我現在種得它不漂亮 我買它回來的時候 球徑是很脹樸 很脆綠 很漂亮 還有我也是比較少見 這一類型的蘭花 好像拍得很蒙 看得不太清 看得不太清 看一看鏡頭 現在應該拍得清一點 是不是很漂亮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花 是很漂亮的 很嬌俏的這隻花 很可愛 那我還有一些 準備要開花的兜蘭 綠摩蒂 其實這隻兜蘭 我是特別喜歡它的葉 因為它的葉真的很漂亮 還在桃粒那一盤 就淺綠一點 還在普通植料 樹皮那些 就綠一點 我認為是因為 和肥料有關係 因為這一盤 肥料 它比較容易吸收 在普通植料 桃粒我落得非常淡的肥 所以它都是長了兩隻新的苗 而這一盤 就有五隻的苗 所以我認為是肥料的關係 所以很多人說 開花不下肥 或者很久都不下肥 不下肥 也可以種到它是很漂亮 但是分別就是 這盤下肥多了 是有五隻新苗 小落肥的只有兩隻苗 還有葉都是比較淡的 雖然看上去都是很漂亮 那我 可能有朋友想看下 我那些盤底舞動的種植方法 那盤底舞動的種植方法呢 可能要因應國家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適合的 有些國家如果你特別是 濕度很高 氣溫很高 那如果你還在室內有冷氣的 當然沒有問題 還有要選擇一些 平口比較闊的 因為它盤底沒有動 那我通常現在冬天 我只是在盤面噴一下水 噴了水之後 它有多餘的水 就流下去下面 那你見到那些桃粒 是有少許濕潤的 其實已經是可以的 在我的氣候裏面 其實我的環境呢 是屬於低濕度的 很多時候都不會超過50度的濕度 那 英國其實在這個時候的濕度 應該是比較高些的 但是因為我的家 我這個玻璃屋 我在建造的時候 地面是落了兩層的防潮 防潮膠的 所以我的環境是比較乾燥 不同一般人的家 它們是比較潮濕的 因為我在這個屋的時候 它是落了很重的防潮 它現在都乾燥了 我噴給大家看 我就是這樣 噴濕 現在我噴這些是清水來的 如果清水呢 噴到熱面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噴的是肥料水呢 噴完之後呢 最重要就是 再用一次清水 因為我早前也有提過 噴了肥料水的葉 如果處理得不好 特別在冬天 它很容易會腐爛 因為我們認為 肥料水是屬於鹹性的 清一清洗 就會對那盆花會好些 看看自己的氣候 如果你們的氣候很潮濕 噴完清水 所以就要立刻弄乾 它有多餘的水 就流了下去下面 因為它盆底沒有冷 其實它盆裡面的濕氣 是很足夠的 所以不需要太濕 也不需要放水位 如果在夏天 它真的很乾燥的時候 那我就會倒水下去 倒水下去 它所有的 就是那些青苔濕散 我就將水倒出 其實我之前用廣東話 都做過有關這樣的視頻 但留言那位朋友 我不清楚 是聽廣東話 還是聽普通話 那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根 它的根 它的根都長得很漂亮 就是這樣 面前這裡也有一盆 這一盆的平口比較窄 因為這盆我種它的時候 是別人不要的 是沒有根的 只有一兩條很短的根 那我種了它下去 之後能不能噴一下水 就很少管它 因為我又不知道它 要多長時間去生長 那種了下去 現在在盆裡面的根 全部都是新的根 都種了 起碼有六個月 有六個月 我想 神奇地不錯 但真的要因應自己的國家 氣候 那這裡這盆 我真的很喜歡加多利亞蘭 早前有位網友留言 非常好笑 他看完我的加多利亞蘭視頻 他說 我想我要移情別戀去加多利亞蘭 其實我也是移情別戀去了加多利亞蘭 看完這些加多利亞蘭 我看回那些蝴蝶蘭 真的信息了很多 那因為蝴蝶蘭始終它的花期長 那種蝴蝶蘭的人是比較多 加多利亞蘭唯一的缺點就是 花期太短了 種它一年如果開一次花 如果有一個月的都還可以 我曾經看過有些蘭有說 開一個星期 如果開一個星期的 我就一定不會種 它靚得好像天鮮一樣 我也不會種 因為你浪費這麼長的時間 去種一盆花 它開一個星期 那我在網上看看就算了 無謂找自己這麼大的時間 去栽種它 我想我這些都有三四個星期 但還未肯定 因為我還未 是第一次種到它們開花 所以不知道它們有多長 這盆我早前提過的 我拆開之後它的筋都爛了 我現在做半水培 我希望它很快有筋出 如果有筋出我會轉回植料 因為加多利 我想種植料開花的機會率會高 比在半水培 但我這盆就有桃粒木炭半水培 我之前有做過短片 這個種植非常非常之好 我接下來會將我部分的加多利 一分為二分盤 其中的部分就一定會種下 這一類型的種植 因為在我的種植環境裡 對我來說非常之好管理 因為現在蘭花種多了 要找一些 如果有三分二的蘭花 都種在一些容易管理的種植裡 這樣就可以省很多時間 再去栽種多一些其他品種的蘭花 特別蝴蝶蘭 因為蝴蝶蘭 比較容易爛根 還有加多利可以噴水 加多利噴水也不會爛心 蝴蝶蘭 其實很多人認為它很種植 但其實它是需要小心種植的一種蘭花 因為它的葉面一有水 特別是天氣熱的時候 你空氣又不流通 它很容易有軟腹病 又容易爛根 反而加多利 很重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噴水 就好像這一盆剛剛噴完 我直接噴完 我就不需要理會它 因為不用怕它 那些水積在我心裡會爛 所以接下來我會更加多利 那都 看看這裏 有網友問我 那些蝴蝶蘭是怎樣種植 其實我是第一年種植的 那我接下來會 但我有一本種蘭花的書 原來你想它開花 真的要落冰塊 原來它的根越凍 它就越容易開得多花 那早前有一位網友 他說他曾經住過在加勒比海 加勒比海那邊 他說那些蝴蝶 是經常都要落冰塊 那它就會開很多花 但我其實未真正種過 但是在資料裡 他是這樣說 好 那好 現在轉過來 看看我部分的水培蘭花 那這一盆 厲害厲害 花包長得很大 快有花看的了 剛好我今早也是在泡水 整次泡 普通話也是泡水 那因為它是半水培 所以它的根一看到我 看到它乾 我都會把它泡水 那現在在泡水 大約是五六個小時 那我就會倒走 直到它下一次乾 就會再做一次 那因為它現在是有這麼多的花包 它需要很充足的水分 所以它的根一變白色 我就會立刻泡水 那其餘那些就存水培 就不需要了 它下面是有水位的 那因為它們現在也是在長花包 那很多時候 我都會在它的根的上面 噴一下水 那是保障那些花包 不會凋謝 那可以 也看完這邊 那這裡有一盆 這盆我就真的很久不理它了 因為它又掛了在上面 還有呢 它的花開了很久 我都不理它 看看它 看看它可以開多久 那因為它在上面我都是噴水 今早噴了水 現在還濕潤的 那有多餘的水分 就流到一個盆底 那這裡這些 那這些 那一盆之前是在桃粒的 現在長了很多花包出來 那這些的花 那花筋都長了很長 很多的花包都開始形成了 那好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麼多 OK 拜拜